最新舆情 最热话题 明辨是非 凝聚共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中央电视台大型融媒体节目 中国舆论场 又是一个周日 我们又如鱼而至了 今天我们这节目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因为今天我们的 中国舆论场记者曹玉 是登上了我们国家 最现代的 最新入列的海军的训练舰 七级光舰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 七级光舰的舰员们 全程互动一下 现在他们正在在线 曹玉 大家好 所以今天他们不仅要提出问题 而且还要回答我们 所有观众朋友的问题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也抓紧时间 提出问题和我们互动 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一直在线 相信大家都是充满了期待 好 我们赶紧来看 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25号 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 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说 考虑到中国军机在钓鱼岛周围 活动频繁 日本防卫省调整了航空自卫队 紧急升空态势 将可出动的航空自卫队战斗机 由两架增值四架 这是自1958年以来 日本航空自卫队 首次采取四定一战术 其中两架用来盯防中国军机 另两架用来警戒 有其他跟进中国军机 环保部发布预报 26号至28号 华北中南部 东北局地 西北局地 可能出现空气重度污染 经经济及周边地区中南部 27号污染程度最重 3月1号污染过程 欲望结束 24号下午 美国白宫蜥蜴出现 极特一幕 纽约时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洛杉矶时报等多家媒体 被拒之门派 不得参加白宫小范围 记者吹风会 或许参会的美联社 和时代周刊记者 退出已是声援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23号公布了 美日两国飞行 F35战机照片 美军将领称 两国交互运作的能力 对战力至关重要 外媒称 F35飞行训练地区 接近钓鱼岛海域 战力可投射至南海 25号记者获悉 因涉嫌非法收购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 两名涉事闲人 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涉事官员早在去年5月 即因涉嫌受贿罪 被检查机关逮捕 关于该宴请 是否实用穿衫甲 仍在进步调查处理中 据外媒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 基民党 已经正式提名 默克尔征战9月国会大选 目前默克尔面临 来自盛民党候选人 舒尔茨的强劲挑战 马来西亚警方26号宣布 此前发生朝鲜籍男子死亡案的 基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 没有发现有毒危险物质残留 据日媒报道 日本在野党24号就森友学员 低价购买国有土地问题 追究安倍晋三的责任 安倍解释其妻 已经辞去名誉校长职务 日媒却称 出售国有土地问题 正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22号 针对所谓 美江派陆战队维护在台协会安全 与对台出售萨德系统的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表示 这是抚风捉影的猜测性报道 他强调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军售 或是与台湾搞军事合作 解放军近期在南海频繁演练 有媒体发现 红旗九远程防空系统出现在训练中 专家表示 红旗九是中国未来战争中 掌握至公权的主要作战武器之一 现身训练理所应当 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榜单 第一条是日本媒体的报道 说日本F-15应对中国军机的 这个技术和战术是在升级 所以这一条热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今天开门见山 来看看网友们对这个话题 有哪些关注点 的确是日本军机的战术升级 而且据说是针对中国 立刻引起哗然一片 我们先来选择一条 非常有代表性的提问 小诺问 请问专家日本军机 首次采用四对一战术 这对日本扭转被动局面 有多大用处呢 如果没有什么用处的话 日本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歪招 四对一战术就先得解释一下 哪位嘉宾回忆这个问题 尹老师 您怎么看 美国 日本如果真正采取 四对一这个战术的话 实际它根本改变不了 钓鱼岛周边海域空域的 力量对比 四对一它是指的是 它有两架 两架飞机 一个编队 掌机辽机 对付我们 接近钓鱼岛的飞机 中国的空军飞机 另外还有两架 作为预备 在周边进行警戒和观察 必要的时候 它就干预 这种四对一的战术 在和平时期 作为应付一个应急事件 采取措施 它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但实际上 日本的军机 我们看从三代机 这个角度来说 它实际上只有300来架 它的数量 已经远远低于中国的三代机 包括我们歼10 歼11 苏30 另外还有我们后续 今后还有一些先进 歼16等这些飞机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三代机 已经根据西方媒体报道 大概在500架以上 所以它如果四对一的话 我们500架 它要2000架飞机采购 它只有300多架 它怎么应不得了 所以它一定不是 战争应对的方法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这个也说明 它表面说是四对一 但实际上现在F15 美国的F15 已经进入老化期 日本的稍微 比它入役要晚一点 但是现在服役 已经20多年 将近30年 那么今后也进入老化了 所以它不可能 四架飞机都在 在航状态 或者保证它的能战率 可能只有两架 最多三架是在能战 所以它利用这样一个比例 应对我们的一架飞机 经济启动 它要四架飞机被变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的问题 我觉得听了尹老师的介绍 感觉不用过分地担心 但是网友们 还是有自己的担忧 我们再来看一条 风吹草动问 日本明显是在加剧 钓鱼岛的紧张态势 那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是不是在增大呢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有没有相应的战术 好的 这个问题哪位 请杜老师来回应一下 的确日本这两天 围着这个四字 做足了文章 首先是刚才尹老师说那个 要用四对一 对中国战机进行拦截 第二个呢 他说中国在钓鱼岛 周边那个巡航活动 已经从以前的三艘 到了四艘 边对规模再扩大 就是目前放大中国威胁 以及提高自己的能力 已经成了一个共识 我感觉他这个答案很明确 目前日本在东海 正在做的就是擦枪 走火两不武 首先是一个疯狂擦枪的过程 如果是四架战机 对中国一架战机进行拦截 这样是绝对优势 而且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 两架飞机要抵近 贴近目标进行跟踪 另外两架飞机 要切断这架飞机 跟其他飞机的联系 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差距 那如果这四比一不够 怎么办 你比如说刚才 我们有这么多 然后它要形成四倍优势 如果这种能力缺口出现 这就是日本扩军备战的 一个良好的借口 比如说飞机不够 然后其他都不够 那么这个能力缺口 一旦被放大 那么日本走向正常化 就有这个所谓 看似合理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它在准备走火 那么如果在周边 包括跟美国联合部署的 高端武器装备不断增加 这样有可能会让日本 铤而走险 如果在小的局部 形成这种绝对优势 很有可能在东海 触发一场资断行动 我们想做的和我们能做的 大概跟以前我们讲的一样 第一我们要高度地关注 日本正在做什么 眼睛要擦亮 比如各种飞机拦截 包括海上各种冲突 我们要用我们的 空天一体的侦察系统 对它进行实时的 这种侦察要监视 第二呢 要像战斗那样训练 要像训练那样去战斗 就是说如果是海军 包括空军 在这个地区进行 正常的训练和飞行 要把那弹带齐 要带构 要随时准备应付一场作战行动 所以如果有了这种实战的标准去训练 我们不畏惧日本在东海挑起的任何风浪 好 我现在这个互动的这个手机上看到 我们83舰 七级光舰上的这个舰员一直在举着牌 我要问 今天很累啊 有点像手机支架 对 一直为了让舰员看得清楚一些 和我的手机现在是同步的 我要问 我要问 到底为什么问题 那这样吧 曹云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们 看看我们的舰员们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要和我们演播说 好的 好 终于把我们舰员提问了 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来 有请 非常好 我注意到这是你们防问室 首次参加战斗 强化应对以及态势 在日本为何此时 做出这种调整 它的动机和地图是什么 谢谢 虽然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听到就是日本防卫省 做出要这个强化应对紧急事态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调整 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强调这个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好 大慧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从今年春季开始 要不然我们请大慧老师到前面来吧 这样可以近距离地 跟大家来互通一下 这样我也好拍 来 黑点 好的 大慧老师 我们知道呢 从今年春季开始 中国空军以及中国海军航空兵 加大了穿越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演习的这个力度 其中1月9号这一天 我们有6架这个轰6型轰炸机 进入这一地区 所以我们看日本动用的空军的战机 原来起飞那霸基地的 现在宾松基地 小松基地 战机频繁地起飞 我们统计过 从2016年的4月到今年的1月底 日本总共战机升空 所谓应对紧急态势的次数 达到了1000次 而在冷战时期 在1972年 日本最多战机升空一年 最多的一年是944次 所以我们能看到 随着我们的战机 越过第一岛链 进入日本海 不断增加远程训练的次数和架次 日本也增加了战机升空的次数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所谓提出这样 要应对什么紧急事态等等 并不奇怪 对吧 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 好的 非常感谢大慧老师 谢谢 请坐 当然我们八三舰的舰员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随时准备进行提问 另外我们之前也预告了 大家还可以回答 我们网友的提出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 网友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 我们待会儿 可以和八三舰的舰员们 进行及时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好 我们接下来回到榜单 再来看一下 榜单的第九条 这一条关注度也比较高 就是郭代半辟 也要说美国要对台出售萨德 因为最近关于岛内这种谣言的不少 还有一个传言 说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要进驻对台协会等等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 这样的消息颇多 而且很多绿营人士 我们看起来似乎自我兴奋 觉得美台的关系要提升了等等 到底是怎么会让我们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美台军事关系要升级 都是换奖 台湾前海军舰厂近日发文称 美国可能会通过军售 拉拢台湾 扩大形成东亚的小北约 国台办表示 这纯粹是在捕风捉影 与此同时 还有一则消息搅动岛内舆论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 负责人透露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旨 今年启用以后 美国将于10月至11月 派海军陆战队 助手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台外事部门表示 美国陆战队有权配枪 台美批评绿营 不要自我陶醉 须有其表的把戏 还是少碰为妙 23号 中国国防部会议称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美台 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热次大搜索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出一下 这个话题的第一个留言 到底是什么 我们请端端的 也带大家看一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萨德 竟然和台湾联系在一起 网友们都是不干了 黄新号问 黄新告问 美陆战队将会驻扎在台协会 这是确有其事 还是虚张声势 为台独打气呢 这一步如果迈出去 我们有何对策 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 这一步到底能不能迈出去 确实 陆战队如果要是 进驻在台协会 这是什么样的 一个性质的事情 请杜老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的确如果携枪进入台湾地区 大概有美军驻台的这种味道 美军号称是在全世界都这样 无论是在哪个地区 哪个国家 都要进行所谓的标准配备 这有可能在这个地区 形成一个事实 我们感觉他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的确是打气 你看以前美国对台湾地区 全是用嘴吹气 现在变成了用枪打气 你包括之前 奥巴马下台之前 给台湾地区签了一个法 那么这个法律 明确了三个关系 以前我们看不到的三个东西 现在有重大变化 首先它的交流 从以前的间接变成直接 你可以双方 在互相的场地上进行交流 这样交流的渠道 就会变得比较宽阔 而且时间周期会比较缩短 另外从交流的方式上 以前是小官 现在变成了大官 就国防部的高官 以及高级将领 都可以进行各种交流 那么这种交流 大概不是说 你好 我好 他也好 肯定会联系作战方案 联系到对军事方面的 核心需求 那么这一点也特别 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它在交流方面 还有一个从退役到现役 以前都是退役军官 退役人员的交流 现在可以到现役 那么现役人员 所掌握的情况 跟退役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会涉及到一些 共同作战方案 所以如果形成了这种态势 那么对于台湾地区的 所谓台独势力 是一种严重的鼓励 这个对整个两岸关系 包括地区安全形势 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变化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再拿着枪过来 那明火直战 很有可能台湾地区当局 会感觉到 有军事大队可以报 那么这是一种误解 从目前我们 基本对头来看 我感觉就是两手都要引 首先对台独势力要强硬 其次对美国在周边 所进行的一些挑衅行动 要强硬 你比如说 我们航母的绕台航行 以及战略轰架机的 绕飞行动 这个大概还要持续 如果有任何 关于台独的风水扫动 我想解放军 钢铁翅膀下面 和我们现在各种武器装备 包括现在海军的循环活动 绝对要进行遏制 如果此风可涨 那么今后有可能出现 其他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用各种手段 进行强压 另外对于美国在周边 进行各种挑衅行动 要严厉回击 无论是在各个海域的 海闹行为 以及在空中的 所谓自由横飞行动 我们都要进行 及时地制止 如果有两手都要硬 这样才能够掐断 所谓军事交流的 各种描述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关于这个话题 应该还有很多 在线的网友在提问 有位网友关心这件事 如果说真的实现了 它是不是变性质了 那我给嘉宾 尹老师的电脑 已经推了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您看到没有 看见了 这个问题说 七月在野 对 如果美国真的派出 海军陆战队 等于变相实现了 美军驻台 问我怎么看 是吧 对 是个问题吧 实际上这个 跟美军驻台 还是有区别的 实际美国 这个主要的意图是什么呢 意图是在于 真实提高 美台关系的性质 因为美国在台协会 应该说是一个非官方机构 它不需要陆战队的护卫 陆战队护卫 都是美国驻外的 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 比如说在小布什 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 他当时放言 要把台湾驻美国的代表机构 升格为驻美国的联络处 就相当于中美建交之前的 互设联络处 这样一个准大使级的 准正式这个使馆的 这样一个外交代表机构层级 所以当时我们强烈反对 那么后来911以后 他明白过来了 这样做那是逆潮流而动 没有设 那么现在实际上 现在美国人采取的行动 就是想抬高台湾驻台 这个代表机构的层级 从这个民间机构 一个在台协会 然后变成一个美国的 正式的 具有外交代表权的 这样一个机构 这才需要陆战队去驻守 这是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反对了 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国家 你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合法政权的情况下 不能跟台湾这样 发生任何官方的联系 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是个原则 好 我们再引一条观众 他这个是跟大辉来提问的 他这个提问也很有代表性 王小半问 请问美国陆战队进驻 美国在台协会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都是关注这个问题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图谋呢 美国在台协会 它是一个民间机构 但是很奇怪 在台协会的领导人 一般是由美国国务院来指派的 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 美国在台协会 进行了很多半官方的活动 或者说在台湾行政当局和美国之间 起到牵线搭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也对它的有些行为 越界的行为 我们也进行过抨击 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支力量 它是向战乱地区的美国使领馆 派驻大概40人左右的一个加强牌 我曾经在阿富汗的赫拉特的美国总领馆 看到过它的海军陆战队 克枪实弹 居然使用406火箭筒这样的武器 当我们接近使馆的时候 它的枪口会指向你 随着你来移动 美国已经撤出了在台湾的军队 在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美军的陆战队真的进入到了台湾 在内湖地区 保卫这个扩建的在台协会 我认为这意味着特朗普 向台湾给出了某些 实际性的一些政策性的改变 那就是我象征性的给你一些支持 你看我只有正常的管舍 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你是一个民间的 我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新的建筑 但是我给你一个管舍的待遇 这意味着在台协会 由民间化走向了这个使馆化 而且这是一种非常不良的信号 对吧 这种信号释放出去以后 可能会助长一些 这个绿营人士的这个气焰 他们觉得可能背后 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腿又可以抱了 所以实际上是使得这个两岸关系 走向危险的一个举动 所以当然是现在还没有被证实 还仅仅是这个传言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红包时间了 好 第一个红包是口令红包 第一个红包口令 我们由杜文龙老师给我们发出 好 谢谢了 今天这个口令红包 大概跟我们这个节目 和观众的距离很有关系 叫新融合 好的 非常时髦的三个字 新融合 祝你好运 好 进入到今天第二个板块 热词大搜索 第一个热词又是发生在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国和俄罗斯一会儿蜜月 一会儿冷战 那么最近他们两个又杠上了 不仅在核武上隔空叫板 在反导问题上 更是强硬互对 我们来看短片 俄罗斯23号迎来祖国保卫者日 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强调 俄罗斯将继续巩固武装力量 优先方向是战略核盾牌 和现代化空天部队 巧合的是 同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路透社采访时称 希望扩大美国核武库 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 在极其敏感的反导问题上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近日提出 要将美国陆军和海军旗下的 反导系统连在一起 俄罗斯随即放话称 这都不是事 俄罗斯新导弹将会很快服役 能够粉碎美国所有反导系统 外界不便猜测 此款导弹就是 萨尔玛特新型洲系弹道导弹 何美声 针对美国的打击方案中 该导弹最大射程16000公里 能够携带10到15枚分导弹头 命中精度为150到200米 服役后将是世界上 威力最大的核导弹 关于这个何正锋的话题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提问 尽管是美俄互对 但是中国的网友也担心 这个事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呢 我们来看一条 没有围墙的世界问 我特好奇 美军所谓的陆海一体化反导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如果真的这么干 会对中俄造成哪些影响 中俄又会如何反制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 也就是大会老师回答最合适了 但请您到这个前面来吧 我们也有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俄罗斯专家 尤其是这个美军 现在提出来的这个陆海一体化 确实我觉得这个 可能不仅仅是对中国 对俄罗斯的威胁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请您来回应一下 我们知道美国从1996年开始 开始搞NMD 所谓的国土导弹防御系统 是为了在美国国土 建立一个完整的导弹防御网络 现在在美国国土的这一块已经建成了 比如说在阿拉斯加 部署了14枚这个拦截弹 另外在这个泛德堡基地 也部署了这个反导武器 现在所谓的陆海一体化 这个海是指宙斯顿系统 我们说在亚太地区 美国部署了很多宙斯顿舰 它具有导弹的拦截能力 同时它还武装自己的盟友 比如说日本的金刚级爱荡级 它都是这个宙斯顿的变种 现在美国具有了这个国土的 整个国土具有导弹的拦截能力 日本也建立了覆盖整个国土的导弹 拦截能力 美国现在的放弃了原来的NMD TMD 所谓国土导弹防御系统 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现在搞的是GMD 所谓的全球的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在美国本土 现在已经完全地建设完毕 在亚太地区以日本为核心 和韩国也进行了这样的合作 同时跟澳大利亚也建立了 导弹预警数据的这样的联动机制 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在台湾早在2000年开始 美国在台湾的南北 各部署了一个铺路爪预警系统 这个系统也可以用作 导弹拦截的早期预警 同时在欧洲地区 美国将标准3 由舰上的摆到了南欧地区 比如说在罗马尼亚的 德维赛卢 在波兰 都建立了这样 陆上的导弹拦截系统 同时它在西班牙的 罗塔港 军港 美军的宙士顿舰 也进入到了港口 在地中海地区 宙士顿舰 携带标准3的 已经实现了正常的 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行动 所以我们看 在欧洲地中海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包括在美国本土 已经建立了 建立起来 全球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的核导弹的数量 是所有拥核国家当中 数量相对较少的 而俄罗斯拥有7000枚核弹头 俄罗斯拥有1500多枚的 洲际核弹头 所以美国部署的 导弹防御系统 对俄罗斯的核潜力 有影响 但是对我们更有影响 因为我们的核弹头只有200多枚 对我们构成了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 我们加大了新型核弹种的研发 比如说这个巨浪2 东风41 以及这个陆基的机动型的 这样的洲际导弹 这些对于打破美国的反导体系 都是有利的武器 同时我们跟俄罗斯 也建立了反导计算机模拟联合演习 去年搞了这样的演习 今年还要搞 未来这种联合反导演习 可能会机制化 长期化 好的 谢谢大会老师 请您回座 其实从刚才大评宫上 大家看到这个资料 真的美军现在打造的 这个海空一体化 这样的一个系统 包括海基的这个标准3 还有陆基的像爱国者 包括萨德 包括萨德可能也要引入日本 这也成为一个 大家关注的话题 真的美军和日本 在拼凑一个远中近的 一个几层的反导网络 确实对俄罗斯的威胁 也非常的大 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很多网友 也在关心这个话题 而且不仅是网友 其实我们通过小视窗 可以看到 83舰的舰员们 一直与我们同步 在关注着节目 而且他们也有问题 可以回答我们观众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适合舰员回答的问题 我们先来选一条 绝名子要坚强问 哈里斯要搞陆海联合反导 那么我们未来需不需要 也进行这样的演练呢 就这条问题 我觉得最适合 看看我们那个83舰的舰员 有没有人想要回答 我的手机上看到 已经我们的舰员在这个举牌了 可能手机屏幕小一点 请切到这个大屏幕上 刚才这位舰员 一直在摇手中的 这个我要屏的牌子 曹玉 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舰员 来回答一下 是 是 是 我们的这个问题 由我们的游副舰长来回答 是最合适不过的游副舰长先 好 大家好 关于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们以后会不会组织 踩入联合反导引力 我认为国家和部队 一定会跟你需要进行相关安排 但单纯就联合演练流浆 我认为本身 不止只是对武器装备的运动 更多的是对演练人员的运动 那么现阶段的 我们83舰正在用先进的训练手段 配合海局训练 我们有信心 也有能力 一定能够培育出 胜任各型演练的新型人才 在这方面 现在我们没有落后 将来我们也一定不会落后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们的舰员 我们的副舰长 都已经做出这样的回答了 所以我们更加对自己的训练水平 和装饰水平的提升 也有信心了 好 这个话题先回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在线互动的网友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要问我们的舰员 或者我们的各位专家的 听到83舰副舰长 这么专业 铿锵有力的回答 好多网友的问题分支踏来 我们再来看一条 星海问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 中俄现在都在发展 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担心 现有的反导系统都会失效 那么请问这是真的吗 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 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这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吗 这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杜老师 这个问题是老问题 但是的确每次说 每次都不一样 从目前看 如果发展这种超高升速武器 对付对方的弹道导弹 拦截体系 这叫颠覆性技术 也就是你那个楼盖得好 但是我拆楼的本事比你大 所以一个是拆迁队 一个是建筑队 那么它的技术路径 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用超高升速武器 对美国目前所提供的 弹道导弹防御技术 进行突防 那么至少可以形成三步的格局 这个三步几乎就是跌覆了 目前它的传统作战能力 因为第一 它看不见或者看不清 第二是跟不上 第三是拦不住 那么这三步就把目前 超高升速武器装备 对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 这种打击能力和摧毁能力 体现得非常凌厉紧致 你如果对卫星 包括其他目标 你去看这个导弹发射 你大概可以看出 它已经发射了 但是往哪儿发射 真看不清 因为它在飞行过程中 它不是按照以前弹道导弹 规律的弹道载入 比如以前打个抛弧线 或者有一个规律的弹道 你可以按照之前 你计算的这个方向进行捕捉 但是它弹道不规则 你就像那个承波者 或者是大级层边缘飞行的 武器装备 它是跳跃 这种跳跃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再预先找到一个拦截点 如果找不到拦截点 那所有的武器装备的拦截 有可能会失去任何的作用 那么从第三个步来看 它拦不住 因为这种武器装备 在飞行过程中它的过载 包括速度以及它的角度 有可能跟一般的拦截导弹相比 甚至超过了拦截导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警察去抓小偷 那家伙你看警察那车 还没有小偷的车跑得快 你这样的话 就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三步 应该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我们目前的基本这个能力 我概括叫两步 第一叫不止一次 你看我们超高升速试验 从外面公开报道来看 大概进行了多次 而且每次试验过程中 地点包括其他方向 都有细微的差距 说明这项技术正在走向成熟 第二叫成功概率不低 而你看美国搞了四种装备 到现在大概成功概率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有的是计算更低 就是说没有一种装备 能够做到百分之百 或者超过百分之五的成功 但是从目前我们的报道来看 我们在这些方面 我们的成功概率 包括每一次进行的 这种完整程度非常好 所以这一点我感觉大家放心 刚才那五个步 实际上就能够把所有的问题 全部抹平 好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先请嘉宾回应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个关键词 好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萨德 那么提到萨德 我们知道跟韩国是有关系 前一段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 突然就萨德入韩 进行了一个表态 而且有分析说 很可能就在三月份 也就是没有几天了 借美韩军演之机 萨德就将会进入韩国 而且一待就不走了 对此中国国防部 也是进行了一个回应 被网友称为 中国迄今为止 对萨德最严厉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 朝鲜试射导弹的举动 非常危险 加速在日本和韩国 部署反导系统会是 应对朝鲜的一个选项 特朗普同时表示 自己从未说过 不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举行会晤 但现在或许为时已晚 而据韩媒报道 乐天集团最快将于2月27号 与韩国国防部签署 转让新州高尔夫球场的合同 合同签署以后 该高尔夫球场 将会立即被划为军事保护区 禁止民众出入 与此同时 多加韩媒爆料 3月登场的 美韩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将首次模拟 用萨德系统探测导弹 并进行拦截 演习地点正是 萨德预定部署地 有分析认为 这次萨德来了 可能就不走了 中国国防部23号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美韩 在韩部署萨德 中国军队将做好必要准备 坚决捍卫国家安全 所以特朗普已经发话了 加速部署 萨德是应对朝鲜的 一个必要的手段 而且我们看到 美韩三月份的军演 萨德就有可能地进行 这方面的训练 实际上已经在加速了 关于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网友提问 网友最关心的一句话就是 萨德真的来了 就不走了吗 我们来看 感觉迫在眉睫了 魂斗罗问 我想知道 什么是四地反导作战 真的能像他们所说的 先发制朝吗 朝鲜 那么美国这次借军演 把萨德运到韩国 演习结束之后 萨德会不会就留在韩国 实现提前部署了呢 这个话题 大家确实很关心 来得及吗 杜老师 这样我们也有相关的资料 这样我们结合 大平均的相关资料 请您做一个仔细的回应 包括他也问到了 四地反导作战 还有这个萨德 会不会提前完成部署 他这个四个地呢 全是四种作战计划的 英文缩写 你看探测 扰乱 然后摧毁 防御 这件事呢 实际上不是今天提出 它是13年 美韩司令斯卡帕罗蒂 首先提出了四地概念 15年呢 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所以现在这个计划呢 可不是个计划 现在已经形成作战方案 一旦有各种作战行动 很有可能这个四个地 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从目前看 这个四个地 它是一个有关联的一个程序 一个探测 如果对方发射导弹 肯定有一些争吼 那么它的卫星 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 就要进行对一个跟踪 你比如说这个电磁波 这个显示的就是 对目标的一种探测功能 有可能来自卫星 有可能来自雷达 还有可能来自无人机 可以对目标 进行清晰的跟踪 那如果到了第二部分 如果发现对方有任何举动 那有可能干扰 你比如说你的各种系统 包括你的保障系统 你要加电 或者要进行各种准备 我让你起不来 这大概就是第二项工作 第三项工作更直接 就是它所谓的这种摧毁 就是你在哪发射导弹 我就向哪个地方打 那如果对方的发射车 包括其他的潜艇 以及有可能存放核弹头的洞库 以及有可能发射地 都是它打击的目标 你这个时刻 你像F-22 包括韩国部署的 各种导弹武器装备 完全可以进行攻击 而且之前它有很多的 这种弹道导弹 巡洋导弹 在这个方向都有打击 包括海空一体打击行动 所以这种作战行动 能够把美韩 所有的攻击性武器装备 它的功能放大到极致 那么这就是 先发制人打击的 一个重要作战系统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感觉 那些五开头的作战计划 大概跟这个4D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么最后 才是用爱护者三萨德 进行拦截 那导弹起来了 你又没有打到 那么这会儿 就要加大拦截概率 比如说有三个 有四个 能打多少算多少 所以它是一个地减的过程 所以这个四个地 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实战中 形成一种常态化的 而且是能够紧密相连 那么对弹道导弹的攻击行动 就可以形成多层次的 拦截和打击 而且源头攻击 很有可能成为 4D作战计划 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内容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 杜老师对这个话题 解读的已经非常地详细了 请您回座 这实际上针对朝鲜 是一个4加5计划 4就是4D作战计划 5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包括以往的5027 5029 还有最新的5015计划等等 对朝鲜实际上 有一套严密的作战计划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 今天中国舆论场节目的 第二次红包时间 好 第二个红包 仍然是口令红包 第二个口令 由吴大辉老师为我们发出 各位观众 新春好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事事顺利 这个口令呢 红包的口令 也体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 互动的特点 口令是多互动 好的 三个字 多互动 好 那么本期 中国舆论场呢 继续发起 撸起袖子加油干照片 征集活动 我们仍然是收来了 大量网友发来的照片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 关注我们屏幕的左下角 您看这个小视窗里 您的照片就有可能 出现在里边呢 那当然我们的中国海军呢 也在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像我们身后的屏幕上 看到的这样 还有刚才的八三舰 没错 近期一段时间呢 我们真的是新舰入列 还有呢舰队的这个 远海训练 我们看到中国海军 真的是以创新为番 在走向深蓝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再具体地了解一下 近日中国军队南海频繁演练 按机防空力量合体 网友大呼 就是这个之友 有网友发现 此次南海舰队远海训练中 神秘的红旗九 远程防空系统 也出现在了演练中 与此同时 南海舰队某登陆舰支队的 十艘登陆舰 也出海训练 列阵南海 北海舰队宜昌舰 近日开赴某海域 开展舰艇改换装实验以来 首次实弹设计训练 有艾梅称 中国在南沙岛交星舰的 20多座军事设施 接近完成 可用于部署远程 地怼空导弹 对此中国外交部22号表示 中国在自制的领土上 开展正常的设施建设 包括部署必要和适度的 国土防御设施 这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 正常权利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八三舰 也就是七级光舰的舰员们 大家呢又有很多的 这个问题要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再交给曹玉吧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的 陆江老师 来 请我们八三舰舰员 请来上来提问 专家您好 我想问一个 有关于红旗九的问题 在南海防御设施 我们的红旗九 它的防御优势有哪些 另外像比较俄斯的S300导弹 以及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我们的红旗九 它有哪些厉害之处呢 谢谢 红旗九 好 提议的非常专业 我们请尹老师吧 请尹老师也到前面来 和我们的舰员们 做一个互动 红旗九 这次南海舰队的训练 确实是备受关注 所以请您做一个回应 好的 我们的红旗九导弹 红旗九导弹 是一个通用 通用型导弹 就是我们空军 陆军 陆军的集团军 大范围的防御 另外我们空军的 要地防御 包括我们海军的 大型舰队 比如航母舰队 航母编队的 这个区域型的防御 用海红九 那么都是红九的 这个派生型号 红九的 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 一个是射程大 因为作为区域型的 防空导弹 它是一种 中远程的防空导弹 最远的呢 我们可以射程 可以到不同的型号 弹种与不同的型号 最远的可以到200公里 那么近的 也有这个 90公里到100公里 这样一个量级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重大特点 就是一般的 打远程的弹 打不了低空 和超低空目标 但是我们红九的 超低空目标 打得非常好 我们前一段 这个视频里公布的 就是我们 中央电视台视频公布的 我们在南海演练 当时我们红九 打得是超低空的目标 两发两重 另外呢 红九跟这个 刚才这个建员问 跟IS-300 跟这个爱国者 包括实际是 跟欧洲的这个 当时紫碗系统 这是欧洲通用的一个 也是一个中程的 去防空弹 也是一个水平很高的 跟相互镇雷达 相互交连的 那么这几型弹 比较起来 比如说我们就拿土耳其 这次 我们在土耳其 那个比赛 说是给大家都在竞兽 在打的时候 唯有我们红九 打不同的目标 九发九中的 这样一个 取得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战绩 爱国者 S-300 那么都没有 包括自卫系统 包括自卫系统 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指标 另外我们红九呢 它是一个机动性 非常好的 我们看到它可以车载 当然在我们舰上就舰载了 车载几分钟就可以支架 就可以发射 撤收的时候 几分钟就可以撤收走 打完以后马上就撤 另外呢 它的这个体积 正好用我们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大运 它可以整车的上去 然后用大运 把它投送到远程的距离上去 所以它又可以远程投送 所以这种导弹呢 是今后我们在 不管是要地方空路上防御 和海上防御 今后我们的导礁防御 红九都是一个利器 好的 谢谢尹老师 请您回座 大家也听到了 确实我们红九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了 对吧 我们的价格呢 还比他们便宜 而且我们的性能还这么优越 深入浅出的解释 好 接下来 我们后台上正好有一个 中国一顿厂的粉丝 想与八三舰的舰员 直接对话 我们来推送一下 来 好亮好亮 说八三舰的舰员 你们好 我也是舆论场的中式粉丝 既然说你们是最先进的训练舰 那么它到底有哪些厉害的装备 感觉有探秘的向往 到底有哪些厉害的装备 我觉得这个还真得 我们八三舰的舰员来回答 我们今天 中国舆论场的终于观察员 就是我们八三舰上的舰员 请他带着我们在舰上 来回答这个问题 打开眼界 中国舆论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本周的中渔观察员 八三舰舰员郭阳红 我们舰 舰名为七级光 是海军最新型的训练舰 也是目前为止 吨位最大 程序能力最强的训练舰 火箭满载排水量金万吨 是海军训练舰里 名副其实的巨颅吧 这里是八三舰的前甲板 在我的身边就是我舰的主炮 76毫米舰炮 这座炮是我海军的主流装备 也是作战舰员的主战炮型 枪炮载的学员在这里逐步初步 就可以完成对火炮的实际操纵 与使用训练 这里是八三舰的教学训练驾驭室 这套系统可以模拟舰艇 在复杂条件下的航行状态 同时可以满足学员 实际操纵舰的训练需求 教学训练驾驭室的隔壁 就是教学训练极控室 可以满足轮机专业学员的实习需要 好的 主持人 八三舰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我们的忠于观察员 今天的我们和八三舰的舰员 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一直保持在线 他们今天不仅仅是评论员 同时还提出问题 非常感谢他们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 小屏 连大屏 你屏 我也屏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关注什么呢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日本右翼 又在异动 他们又在鼓噪什么呢 要通过这种国际仲裁的这种方式 企图占有钓鱼岛的主权 要窃取我们中国钓鱼岛的主权 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 这是不是吃人说梦 吃心妄想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日谋战钓岛再出新花招 22号有媒体爆出 日本石原市议员东池田嘉行 呼吁日本政府搞东海仲裁 争取钓鱼岛主权 东池田称 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 或将在东海做同样的事 应该在国际法庭证明 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合法性 除了舆论喧销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公布 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修正案 首次明确要在课堂上 向学生说明 钓鱼岛是日本所谓的固有领土 并称这是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 网友纷纷吐槽 如此颠倒黑白也是没谁了 此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突然在官方推特公布多张 日本自卫队驾驶F-35A新型战机 与美军陆战队飞行F-35B的 公拍照片 有分极称 美日F-35飞行训练 接近钓鱼岛海域 战力可投射至南海 并且很可能成为常态化任务 日本又在响入飞飞了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 观众朋友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都有哪些问题 网上对于日本右翼 这种响入飞飞 都是纷纷批判他们厚言无耻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高山流水问 日本真会厚言无耻地 把我们的固有领土主权 闹上国际法庭吗 那搞所谓的仲裁 一定有利于日本吗 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后半句能够看出 网友们的担忧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大慧老师 我们知道菲律宾 搞了一个南海仲裁 那个背后的支持者 就是日本 仲裁费 仲裁费三千万美元 就是由日本财团支持的 而且那个仲裁庭的庭长 也是日本人 但是我们知道 南海仲裁案 其实给我们加分了 世界上六七十个国家 反对这种 将南海提交仲裁 目前东海问题 是否也有可能 提交国际法庭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 这种可能性有 但是非常小 因为南海仲裁 开了一个头 他不成功 国际的舆论 站在我们这一面 另外呢 你现在提交哪个法庭呢 如果还是像 上次的那个法庭 那是闹剧一场 成了国际的大笑柄 你要提交正式的国际法庭 那需要双方都同意 中国不可能 同意提交仲裁 就算是提交了 这个结果 是日本一定能够 掌控得住的吗 一定是有利于他的吗 我们也看到 日本最近 也出现了一种声音 说特朗普 这个美国总统不靠谱 不知道会不会 出卖日本的利益 如果我们一旦 跟中国开战了 他说这个日美安保条约 第五条 适用于钓鱼岛 但是很有可能 最后杀手不管 那我们莫不如 现在跟中国搞好关系 也有人提出了 在钓鱼岛上 双方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比如说搞旅游等等 所以我们能看到 积极因素也在增长 所以这个话题呢 其实背后看起来呢 还是真的有 不同方面的这个延伸 对吧 既有日本右翼的这种鼓噪 其实呢 也有其他的一些声音存在 来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网友们提供 对 我们网友还关注了 其他的细节 比方说在榜单第一条 我们知道 日本升级的F-15的战术 那么这回F-35 又出现在这个新闻当中 我们再来看 网友们对此的关注点 都在哪里 嘉宾你好 之前每日极少曝光 F-35这种精锐装备的 胜天实践 这次突然曝光 有何深意 而且这次演练地点 又如此地靠近钓鱼岛 是否有挑事的节奏 谢谢 确实 哪位嘉宾 我们请尹老师 欢迎一下 每日这次公布F-35的训练细节 和它的这个训练地点 当时它是有意图的 首先一个它表明 每日之间的空中 美国空军和这个 和它的航空自卫队 包括美国海军的舰载机 和它的这个航空自卫队 因为它的F-35B 是从它的这个 两栖攻击舰上起飞的 那么说明 它们之间联合作战 已经达到了无缝连接 双方之间的通信 比如说肯定是毫无问题的 另外双方的这个指挥控制 都是一体化的 当然这个在过去 都已经达成了 但是每一个机种 先加入进来的时候 它要F-35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作为整个 网络节点中的 一个重要节点 那么双方两军的这个节点 是不是能够重合 能不能完成共同协动 完成共同任务 比如说在这朝鱼半岛 进行干预的时候 F-35A 比如进行这个 空中的制空作战 F-35B 对这个路上的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每日之间一个配合 那么因为日本买了 这个40多架F-35A 所以互相之间这个协同作战 看来呢 这个演习 它是在力图达到这样 当然它还要传递一个信号 就未来再掉一档方向 如果有战事的话 美日有可能联合作战 这是像中国在施 施加压 军事压力 也是在示威 就是今后有战事 美国我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 这个传达的意图 也是相当明确的 所以这个话题呢 确实是备受关注 因为这个消息呢 确实和以往有些不同 而且我们看到美日呢 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而且这个F-35A和F-35B 是从普天坚和加首纳 进行这种起降的这个训练 他们地点呢 也是离钓鱼岛 尤其加首纳离钓鱼岛呢 确实比较近 而且我们看到呢 最近还有一些消息提到说 日本还在轻力地打造 所谓的日本版的 滨海战斗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通过短片也来了解一下 升级战备闹哪样 近日有媒体爆料 日本防卫省公开招标 建造新型护卫舰 计划以每年两艘 四年八艘的速度 迅速打造一支 应对中国东海行动的舰队 从该护卫舰摄像图来看 其外形与美国自由旗滨海战斗舰 非常相似 可搭载直升机 无人机 无人潜航器 水雷等多种装备 能够像美国滨海战斗舰一样 实行反潜 反水雷 协助特种作战等不同任务 并具备高航速特点 此外 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没闲着 最新的16式机动战车 将在秋季投入使用 号称专门为西南岛屿作战 量身打造 是自卫队快速反应机制的 一张王牌 网友们对此表示 日本新机太多 只会自食其果 到底是不是 这个日本版的滨海战斗舰 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我们看看网友们 有哪些关注点 其实网友们都直指说 滨海战斗舰 它的目标就是指向东海 指向了钓鱼岛 我们来看网友的观点 斗战圣兔说 日本建造以作战为主的护卫舰 应对东海争端 岂不是有意识争端升级吗 其背后又要达到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说得好 不可告人 两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还是请大和老师 我们知道日本的舰队呢 早期是按照所谓 88舰队模式来打造的 而且按照美国分舰队来打造的 就是适应远洋作战 所以我们看 爱荡级也好 金刚级也好 这个秋月级 日向 这些舰都是大型的 大吨位的 适合远洋作战 但是呢 从2000年开始 日本的很多 他认为安全威胁 主要来自于西南离岛 离岛方向 也就是所谓 我们钓鱼岛这一块 同时呢 在南千岛群岛 它称北方四岛 跟俄罗斯 摩擦也不时地发生 他认为 原有的这些大吨位的 8000多以上的 这些舰船呢 可能不太适合 在狭小空域 狭小这个海域 进行作战 所以要搞了 这个所谓 DEX计划 在2014年到2019年 美国日本 中期防卫力量 大纲当中提到 要生产这个多功能 高速度的 这样的滨海 相当于滨海战斗舰的舰 大概3000吨 4000吨 是现在这种驱逐舰的 大概一半左右 它具有速度快 另外呢 具有多功能 无人机 直升机 可以上舰 可以反潜防空 对地攻击等等 还可以实时侦查任务 更重要的呢 这款舰 按照它的设计理念 具有隐身功能 他们认为 这些舰造出来以后 在西南里岛 和应对北方四岛的冲突上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很显然 日本在为两个方向的 所谓滨海地区的冲突 进行密集的军事准备 听起来 这个护卫舰 确实有很多的功能上 和滨海战斗舰 是非常相似的 非常相似 它的隐身性能 隐身技术 这款舰是有的 这个背后的意图 是不是在着眼于钓鱼岛 我认为不仅仅是钓鱼岛 包括在东海地区 我们所谓的海上油气开发 和我们也有争端 而且在它的中期计划当中 也谈到了和俄罗斯 在南天群岛 也就是北方四岛的一些冲突 原来的那些舰 进入日本海以后 日本海太小 而那些舰过大 所以它需要建一些 新型的轻型的护卫舰 更加灵活 激动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 大回介绍完 边海战斗舰的性能之后 网友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我们来看 有位网友和中国的战舰 进行了一个比较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太极368 请问 目前东海舰队战舰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 对比谁更强 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绝对优势呢 这个问题可能确实也代表了 一大批网友们的 其实网友自己先回答了 我们更强 我也经常遇到很多的网友 或者一些朋友见到后 也经常这么问 如果要是说中日的舰队 在东海发生一场冲突的话 谁更强 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回答 杜老师 他这题得改一下 因为如果光让东海舰队 跟日本作业队 有一个对抗关系 如果一旦有各种行动 大概不公平 实际上能够用到东部方向的 中国海军舰艇和实力 大概这是一个对称的格局 所以我想大概应该这样看 我感觉我们优势很明显 因为他已经回答了个问题 后面问题是 怎么才能更强 我理解 现在无论是从舰艇行谱 包括整个打击力量结构 以及单舰的综合水平 我们那个速度是个加速的趋势 但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 之后有可能 我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你比如说 如果按照现在行谱来讲 我们现在有核潜艇 对方没有 我们有航空母舰 对方也没有 如果比这些长版短版的话 对方在武器装备 包括在行谱上 存在着明显的短版 那么这一点 我感觉很明显 另外如果作为一个舰队 我们舰队内有航空兵 我们有各种作战飞机 可以从空中 对地面海外目标进行攻击 那么现在它只能 依靠空中自卫队的能力来支援 这样的海空的联合 包括信息的传通 有可能会存在着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但我们不存在着问题 就一家人 而且对地面海面 包括岛上目标攻击 我们有天然的这种优势 另外从单舰的作战水平来看 以前我们是一个追赶 那么现在看都是俯视 你像宙斯顿舰 当时美国把宙斯顿舰 给了它以后金刚爱荡 我们当时感觉 在这种高端舰艇上 我们是一种追赶趋势 那么现在不光是数量上 有了超越 在纸张上有了超越 我们中华神盾 不光有1.0版 还有2.0版 大概以后还有3.0版 4.0版 所以对它这种技术水平 也是一种超越 所以单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上升非常快 那么以后怎么做 我想大概肯定是 想的都一样了 第一要让我们数量更多 第二质量更好 如果有了这种势头 我们在不同的方向 就会有压倒性的优势 你有边海战舰舰 我们有更好的作战舰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方能够有多少 我们就能够成长多少 正所谓什么道高一尺 魔高一长 总有办法来进行应对 所以确实我们不是说 东海舰队和海自比 应该是我们整个 我们三大舰队 甚至可能还要加上 其他的这种力量 这还不会把我们航母算进去 如果只算中一个 东海舰队的话 所以如果力量对比的话 恐怕也不是说 我们经常说的 不是一舰对一舰的对比 还是有点一由未尽 但是时间到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 仍在24小时继续 另外明天是农历的2月2 我们在此也祝您家的日子 龙抬头步步高 好 感谢几位嘉宾 我们也要感谢 我们今天八三舰的舰员们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好 我们下周日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